2021年3月16日 创造女神 以帮助地球扬声的振动 传导Shelley Dryso Namase Kavinia Benia 我是一 我是整体 亲爱的家人们 我向你们问好 我从我的内心触及你们的心 在这一刻 我伸出手来拥抱你们 我伸出手 用爱 光和贯穿我 也流经你们的宇宙本质来淹没你们的能量 作为人类 你们一直都很忙 你们对可能在你们的头脑和灵性身体中发生的事情有感知 它可能占据你们的每一天 人类有一种被驱使的倾向 无论是通过他们的意愿 无论它是什么 人类都可能寻求在他们的生活中显化 当这第五维度的振动和频率使自己呈现 并可提供给所有人使用时 你们中有许多人处于维度之间的流动中 也许你们的某个部分被日常生活所吸引 也许你们的另一个部分正真正感受着 随着更高频率而来的转变和变化 我邀请你们花一点时间 因为我把我的能量传送到你们每一个人身上 因为你们现在在地球上看住你们的生活 当我们处在一切万有中时 我们常常从更高的振动往下看 但现在看看它 记下你们可能遇到的任何事情 我邀请你们再深呼吸一次 在那里你们跟随能量的呼吸 进入你们的心之中心和你们心之中心的脉轮中 挖掘那振动的本质并创造一个光获能量的球 想象一下发生的一切就是你们所需要做的 它是被创造出来的 取一部分 然后通过你们的能量体传送下来 它穿过你们的根支中心进入地球 当它进入地球时 它会扩散开来 我邀请你们花点时间感受盖亚的能量 感受地球的脉动或心跳 当那发生的时候 你们对盖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发送爱和光到它身上 当它把爱和光发送回你们体内时 你们正在锚定你们的能量和光的流动 你们允许它再次回到你们的内心 进入你们的心智中心 你们感觉到能量球 你们把它的一部分通过你们的喉咙 你们的第三眼 你们的头部中心 它通过你们的头顶出去 直到它与你们的高我对齐 看看这个空间是什么 这可能是全新的 你们可以看到你们过去做过的很多事情 你们的高我是一种处理日常生活的方式 你们的日常生活频率和你们的高我之间的一致性 更容易扩展和移动 你们发出的光之流甚至比你们的高我更远 你们的高我是你们人类和你们的神性之间的 一个空间 所以你们允许你们的意识留得更远 直到你们与灵魂层对齐 你们感觉到你们的能量与你们的神性相连 对某些人来说 就好像你们的能量中有一个恒星爆发 只是向不同的方向扩展 对其他人来说 这就好像你们把自己看成是你们自己 你们与那个人融为一体 尽管如此 其他人并没有对这是什么有一个特定的感知 看看周围的一切 看看这个空间 这是一个创造的地方 这是一个体验的地方 这是一个你们可以根据需要经常返回的地方 如果你们的生活中有问题 如果你们在寻找答案 你们就来这里 你们不仅可以接触到更高的振动和频率 还有许多不同的指导者 天使和阳生大师在这里与你们一起工作 不仅如此 你们自己的高振动频率在这里与你们一起工作 在地球上 人们生活的至少有两条独立的道路 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有一条是基于恐惧和控制的道路 这是一条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控制的道路 因为他们允许自己的恐惧支配自己的现实 然后还有另一条道路 在那里人们处于我们这里对齐的高光频率中 在第五维度频率中 有一些能量仍然是第四维度的 有一些是第五维度的 在第五维度的频率中 你们能够看到在你们的思想和过程中 没有意识到你们的选择而进入恐惧 和做出有意识的选择 以一个更高的频率振动之间的区别 这个频率超越了控制 它超越了恐惧 它让你们坚定地处于爱和同情中 这两者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 大多数人会发现自己在这些变化之间流动 花点时间看看你们的生活 就像你们面前的大屏幕一样 看看宇宙 你们可以看到你们的生活 当你们审视自己的生活时 请注意 你们是不是在一个缓慢的频率里 你们感觉不到很多的运动和流动吗 你们和你们周围的人都处于恐惧中 或者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在其他人之上盘旋 只是在一天中轻轻地移动吗 如果你们是那些已经在更高频率振动的人中的一员 我邀请你们沿着这条路走 更多地看看选择 看看你们可能会做些什么来提升你们的生活 稍后我们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我总是喜欢这样说 因为有一个特定的数字就像流星一样射向宇宙 对于那些发现自己每天至少有一部分时间陷入恐惧的人来说 这也许是你们 也许是你们的家人 也许是你们的工作 也许是媒体告诉你们的 人们被拉入这种能量的原因有很多种 但看看你们自己 当外界有东西在告诉你们如何感受 思考什么 做什么时 看看你们自己 当你们看到它时 它产生了一种振动 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敲打它 我真的能感觉到你们被拉了下来了 所以 对于你们或世界上任何一个陷入这种困境的人来说 常常是从一个无意识的地方开始的 我们将接触到这种振动 我们将伸出援手 所有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 被其他人控制或生活在恐惧中 我们将挖掘这些人的能量 我们将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 提出来到我到然后放手 不管是什么锚定了你们 都要放手 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我可以看到这对你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你们现在正和其他人一起飞走 这告诉我 很可能你们甚至没有意识到 你们正在被拉低到那个低频率中 所以现在如果还有其他人 我看到了 我邀请你们进入你们自己的内心 问一个问题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我知道经常有人因为觉得 这对我没用而生气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离开 这是绝对正确的 所以 这里面有些东西不是给你们上一课 就是给你们一个体验 或者你们可能再和另一个人一起工作 但是它让你们注迷 因此它为你们服务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的 当你们允许它通过时 你们要求知道它可能会是什么 这样你们就可以吸取教训或体验教训了 再深吸一口气 倒握到然后放手 你们中的更多人离开去进入更高的频率 我在空间中看到的其余部分是那些被困住和无意识的人 他们不知道你们有机会有更高的震动 有更高的频率 也许这些都是你们认识的人 也许还是你们自己 所以我称之为宇宙之光 我称之为光照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 我把光传送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身上和周围 所以是的 我把焦点从一切万有转移到地球层面上 我把这个光传送到每一个仍然不知道的人身上 这样他们就可以觉醒了 对许多人来说 它只是创造了一个光或一个频率 在地球上的每个人之间移动 我所看到的是 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像流星一样 现在已经回来了 你们也在把无条件的爱和同情 闪耀到地球上的所有人身上 当你们看到从地球上来的光束时 有一些地方的光比其他地方的少 所以无论在哪里 如果你们有这种感觉 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把光和爱传送到那些区域中去 不仅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或者没有觉醒 在你们的系统中也有大量的腐败 这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而是整个世界 当这光从你们每一个人照亮的越来越多 腐败变得越来越明亮 这也有助于打破一些人所感到的枷锁 我请你们注意 当你们把能量和光传送到地球时 看看有多少能量和光通过你们 对于地球上那些没有机会调缺到这些频率的地区来说 就好像有一个激活正在发生 给了人们觉醒的机会 让你们的注意力回到一切万有 再一次 你们看到你们面前的画面代表着你们的生活 当你们看到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经历时 你们能抓住机会 有意识地选择爱 选择潜力 选择机会吗 当你们选择爱的时候 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 你们会发现你们会与地球上正在发生的混乱 变得非常遥远 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很难不被牵扯进去 然而 把你们的能量从任何导致你们焦虑 痛苦 折磨的情况中带出来 会让你们和其他频率更高的人 体验到更大的能量流和能量 当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们的焦点是在地球上的 但现在有了一种转向宇宙的感觉 当你们眺望宇宙时 你们的感觉可能是一片有星球和行星的黑色天空 然而 我邀请你们用你们内心的眼镜去看宇宙 深吸一口气 呼气 当你们观察宇宙的时候 就像你们注意到地球上有明亮的白光 所以你们也会看到 尤其是在地球周围的这个时候 但即使你们向下看你们的银河系也会看到 有些人可能对飞过的飞船有感觉 我邀请你们有一种扩展的感觉 允许你们的意识转移到一个更高的频率 以便你们可以看到你们周围的事物 无论你们的思想经历了什么 保持开放 在意识的流动中 这将带你们越来越远离低振动频率 这些低振动频率现在正在地球上转换 当你们透过这一切重新审视宇宙的时候 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注意到 有第二个地球或者看起来与你们地球相似的东西 这可能是一些选择保持在非常窄的低频率的个体 将转移到另一个地球 而这个地球又很可能移入另一个宇宙 你们发现自己所在的整个宇宙 正在提升到更高的意识水平 因此任何绝对拒绝转换到更高频率的人 都会转移到另一个位置 进入另一个宇宙 现在已经有人在那个星球上走来走去了 当极低的振动从地球上被移除时 还有其他人正在越来越开放 看看你们和你们的生活 你们是光之工作者 你们选择在所有正在发生的转变中帮助人类 你们正在做一件美丽的工作 即使在很短的时间内 敞开去感知不仅有多少人类 正在向更高的频率敞开 还有多少较低的振动能够被清除 当你们站在这个空间里 我邀请你们认识到 你们有一个惊人的爱和同情的能力 让它简单地流过你们 当所有这些扩展时 你们有机会在你们的生活中创造改变 做一个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脱离的人 做那个用爱的光芒来支持别人的人 做那个在自爱空间中充满同情的个体 这样你们就可以通过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深呼吸 吸气 让后呼气 你们比你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 打开门 全力以赴进入你们自己 我邀请你们回来 一起回来 我们已经在与宇宙和地球的能量一起工作 然而 创造了这个循环 地球的全息图出现在你们之中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 如全息图所示 仍然有光从地球上的各个地方发出 把爱和光传送到整个全息图中 直到整个地球被光所照亮 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 你们把其中的一个面向传送到宇宙中 剩下的部分进入地球 当它与地球的能量相连时 你们会看到它通过环绕地球的矩阵或能量模式 它已经扩展到更高的频率中 因此它被这种更高的振动照亮 全息图上的那个球一直深入地球 直到它锚定在地球的中心 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那些地七和地九维度 甚至更高的频率 因为它们也在不断上升 你们锚定在这个空间中 在这些能量和光的球中向上扩展 通过所有地下通道向上 用光照亮它们 帮助那里的任何人 它从地球上来 它降临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身上 它们可以接受它 也可以不接受它 因为这是它们的选择 我邀请你们接收你们自己的频率和振动 你们正在锚定它 通过你们最初锚定到盖亚的那一点 然后你们把你们的意识的其余部分拉下来 它降下来到那根光柱上 把你们和你们的神性连接起来 当一切都在你们身上祈福时 花点时间看看你们的生活 看看你们周围的环境 你们能看到这里的区别吗 你们能看到有多少已经改变了吗 它是为你们提供的 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记住 你们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 请记住 人类是一个联盟 把每个人在灵魂层面融合在一起 所以 记住保持你们的平衡 扩展和成长的地方 这样它会给你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机会 也逐步进入这些潜力 你们已经到达了 你们做了艰苦的工作 敞开心扉 接受这些好东西 在高光震动中 为你们之所是敞开心扉并扩展 亲爱的们 知晓我永远与你们同在 并在你们的内在中 And so are you 2021年3月16日 大脚星人理事会 我们的宇宙是怎么运作的 以及如何与它对齐 传导 丹尼尔斯克兰顿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宇宙 是如何运作的有一种理解 这就是允许我们如此积极地 对待地球上的所有人 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原因 我们知道宇宙总是在膨胀的 因为你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东西 是令人不愉快的 你们所生活的东西是可怕的 你们正在创造新的现实 你们正在为这个已经丰富 无限的宇宙添砖加瓦 因为你们在为自己 在为你们的家庭成员 和全人类寻求更好的生活 你们中的那些希望所有人类 都过上更好生活的人 正在做着最有创造力的事情 你们正在造成最大的扩张 你们也愿意提供所需要的帮助 让别人敞开心扉 成为他们真正的自己 当你们相信某件事 当你们有一个事业 当你们觉得你们的生命 是为他人服务的时候 你们是在代表源头行动 你们是在代表这个宇宙行动 这是源头的一个面向 我们的宇宙和源头都想扩张 他们都想更全面 更彻底地了解自己 你们中那些觉醒的人 与那些愿望对齐 因为那是你们在经历中 更想要的东西 因为你们不认为自己 与其他任何人是分离的 你们也与这个宇宙 和源头的真理对齐 源头和我们的宇宙都是关于包容的 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整体都更好 一起工作 互相帮助 他们也知道任何试图分离和隔离的行为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做不到的 但地球上的人们仍在努力 有时候你们只能让他们疲惫不堪 这样他们最终才能意识到他们渴望已久的东西都是徒劳的 这是你们想要与源头和我们的宇宙有共同点的另一件事 你们想要有耐心 也要信任 要知道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回到群体中 一切都将回到源头 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如果你们想在这个美丽的宇宙中感受到流动 那就让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些东西吧 允许你们自己渴望某样东西 允许你们自己想象当你们自己体验到源头是什么样的东西时 会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全能的 全爱的 包罗万象的 无时无刻不在的 让你们在这些时刻所创造的一切来到你们身边 这就是你们如何与源头和宇宙对齐的生活方式 也是从此幸福生活的方式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1年3月16日光之兄弟群体 达官看待人生经历 勇敢进入圣爱海洋 传导莫妮克马修 译者卢颖 希望你们达官地看待自己此生的经历 别将其看得太重 这样才能在振动上提升得更高 更快 要知道这一生的经历 只是用来丰富你们灵魂的一种体验 要尽量以超脱 平静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有时一些遭遇令你们感到深受打击 假如不能达官地去看待 你们就会产生出一些干扰性的能量 阻碍自身的快速转化 给予神性的重新连接 你们得学会轻松 快乐 超然 洒脱地体验自己的生活 知晓自己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 只是个临时的演员 此外也要知道 你们体验到的所有不快 都是由自己的意念 恐惧和狭隘观念造成的 你们越是深入转化 就越会明白克服恐惧是多么重要 你们可以在祈祷时 请求指导灵和圣光兄弟们 帮助自己使内在的各种恐惧浮现出来 理解他们并清除他们 莫妮克 我看见一种美丽的紫颜色 其中包含着从很浅到很深的各种紫色 它呈现为多种形态 先是像个巨大的螺旋 在我们中间跳舞 然后变成了一个圆圈 再后来又重新变成了螺旋 它每次改变形状时 也同时改变着亮度 我感到这紫色中 有着巨大的欢乐与和平 它像是要卸在我们身上的沉重负担 和内在的各种痛苦 我觉得这紫色在对我的心说话 也在对你们的心说话 它说 敞开你的心 敞开自己 你就会明白生活有多么美好 生活经历有多么奇妙 对生活 对欢乐 对圣爱敞开你的心吧 这样你就会更清楚地知道 圣爱是多么广阔 无限 莫妮克 现在他们让我看到一片广阔的紫色海洋 这是圣爱的海洋 可你们待在岸上 有时你们稍稍进入其中 感到非常幸福 但你们害怕走得太远 很快便又回到了岸上 这圣爱的海洋在呼唤你们 你们一直都渴望沉浸于这片海洋中 却不敢大胆前往深处探险 你们担心被完全吞没 担心失去对自己的控制 你们得学会彻底放手 任由自己进入这宇宙圣爱的海洋中 我们让你们看到的这片海洋是紫色的 那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你们的圣爱意念就是这种颜色 可以说是我们的意念之光形成了这片圣爱的海洋 这是我们对你们的圣爱 愿你们听到这圣爱之海 对你们的呼唤 勇敢地进入其中 消融所有恐惧和宇宙圣爱融合为一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他的童年过得非常艰难 小时候他不太受人喜爱 也不大被人理解 他是周围所有人的出气筒 他毫无怨言 但感到悲伤 不过在他的灵魂和心灵里 没有愤怒 只有接受 这接受有时是被动的 但却发自内心 这孩子长大了 变成了年轻人 可他还是总遭到周围人的嘲笑 因为他养成了说这话的习惯 我始终走在和平 圣光与基督圣爱之中 他的朋友和周围人嘲笑他说 他太天真了 别人再怎么让他吃苦头 他都不生气 是会说我始终走在圣光 圣爱 欢乐与基督的和平之中 有一天这年轻人似乎遇到了某种神奇 由于他每时每刻都说自己走在圣光 和平 欢乐与基督圣爱之中 结果他真的开始体验到那种状态了 然而他让周围的人感到不安 因为无论遇到什么 他总是平静快乐的 所有问题都绕开他过去了 丝毫不会真正影响到他 多年以后 他周围的人意识到真的发生了某种变化 他们开始向他提问 你怎么就能在和平 欢乐 圣光与基督圣爱中生活 而我们却这么不幸呢 我们无法理解 这是自己陷入混乱的生活 我们遇到了艰难的体验 或者说厄运 你也有过苦难 你是怎么不让它影响到自己的呢 年轻人回答说 这影响不到我是因为我的灵魂是平和的 当灵魂平和时 什么都影响不了我们 我不断请求神圣的基督能量终生陪伴我 在我的路途上一直陪伴我 而这个请求总是得到满足 于是他周围的人也开始说他说的那句话 因为他们觉得这确实挺神奇 他们想看看不断重复说一句话会怎样改变自己的生活 渐渐的这年轻人在自己周围和内在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他是一位智者已经领悟到唯一的觉知 唯一的智慧就是圣爱 然而他不谈圣爱 不说自己爱所有兄弟 包括那些曾让他吃过很多苦头 受过很多欺负的人 也包括那些不理解他 认为他过于天真的人 当他还是个孩子时 内在有很多圣爱没能给出去 他储藏了那么多圣爱要给出 所以在作为年轻人及成年人的整个生命中 他一直默默无言地给出圣爱 他给出的越多 收到的也就越多 精神上一有空闲 他就不断地说是圣爱 和平、欢乐与基督圣光陪伴住自己 滋养住自己的生命 灵魂与心灵 结果他真的不断闪耀出这圣光 和平、欢乐与圣爱的光芒了 我们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们 即使遇到艰难困苦 只要你们召唤神圣的基督能量 就会非常容易地度过一切 那时你们不再完全处于那体验之中 而是会从上面飞跃过去 当然你们仍会经历那个体验 但会退后一定的距离去经历它 也会带着完全不同的振动频率去经历它 你们仍在体验、在行动 但就好像是另一个人在替你们去体验似的 那是你们自身的另一部分 在非常超脱地体验那个经历 通过这个小故事 我们想告诉你们 应该超脱地去体验生活中的每件事物 也要尽可能多地请求和平、欢乐、圣爱与基督圣光 在所有工作中、在生活中陪伴自己 你们将会看到转变的发生 任何现在干扰人类的东西都不会再影响到你们 你们会越来越少产生对立、冲突 因为你们将打开内在神圣灵在的门户 让它显现出来 一旦做到放手 完全信赖那神奇非凡的基督能量 以整个心灵和灵魂去信赖它 你们就会变成另一个人 每个在这世界中发生了改变的人都会使大量的人进化 但不一定是其周围的人 正如你们所说的 没有人会在本地被奉为先知 但共振法则确实存在 你们在某地开始的行动会在地球另一端和整个宇宙中引起反响 共振法则没有界限 良好的行为和思想 圣爱的想法总会找到接收者 请把你们内在之神的全部圣爱发送到自己周围吧 虽然接近你们的人可能暂时无法接收你们献给他们的圣爱 因为他们处于苦恼、冲突或拒绝中 但你们用心给出的圣爱会自动被某个需要它的人所接收 同样由于这共振法则 你们的悲伤、不适、冲突与愤怒也都会被准确地感知到 共振法则既不好也不坏 它没有色彩 只是存在着 人类某一部分发送出的能量会被人类的另一部分接收和察觉 这另一部分有时很近 有时很远 甚至会远在你们的地球母亲之外 2021年3月16日 高我Aita 一个温柔的、温和的扬声过程 传导Aita 我们正处于2021年3月中旬 3月和春季的月中日正在快速接近 我们正处在一个多么令人困惑的时代 在过去的一年里 许下了这么多的承诺 给出了这么多的日期和时间 但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被告知将会有一个太阳闪光 这个日期是预估 我们等待 我们抱住希望 我们期待 我们以为我们会快速而壮观地进入第五维度 我们几乎没有想到黑暗联盟 影子政府会越来越控制局面 事实上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揭示过程 黑暗存有似乎在掌管着这个过程 我们的主要替代媒体来源之一 ワノス・エヴィン称之为灵魂的集体黑夜 确实如此 我们的政治局势 我们的医疗封锁 我们的财政限制 正在向我们展示现实的另一种黑暗版本 正如灵魂的黑暗之夜 向我们每个人展示了我们的错觉一样 灵魂的集体黑暗之夜 也向我们展示了黑暗的错觉 我们所生活的黑暗现实 以及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路 它将导致什么状况 它将导致人类的灭亡 以及它向人工智能的转变 因为这是黑暗联盟的一程 正如乔治亚洲引导时所宣称的 其主要目的是保持人类在武艺以下 与自然的永久平衡 其意图是制造人类的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将作为虚拟奴隶服务于黑暗联盟 那些不能独立思考的机器人 它们的欲望和情绪将由插入人体圣殿的计算机激活芯片控制 因此身体不再是灵魂的圣殿 这就是向我们展示的现实 正如我们常说的 地球极其居民正在上演一出伟大的 不朽的舞台剧 好的演员和坏的演员都被编码成他们的行为 这些活动是有策略地组织起来的 因此他们能显著地揭露黑暗势力 腐败分子和欺诈分子 一旦被清楚地看到 他们就可以被移除 所以我们亲爱的光之工作者 星际种子们 请欢呼吧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扬声 演员们被编码来扮演他们的角色 大多数的演员 大多数的人类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神圣使命 然而他们正在扮演 他们在出生前的计划中指定的角色 我们亲爱的们 亲爱的灵魂们 正在扮演我们为自己计划的角色 我们中的许多人仍在自己的灵魂之夜 灵魂的黑暗之夜 通往上帝的旅程中的灵性危机 我们生活的整个永恒框架都崩溃了 我们赋予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不再有效 我们的期望 我们的理解都被推翻了 看似恶的就是善 看似善的就是恶 我们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地方 因为我们擦干净了我们的理解 并重组和重写了我们的个人道德 我们正处在变革的简中 但不像毛毛虫变成蝴蝶 它更像是一个戒毒的瘾君子 这在灵性上和身体上都是困难的 但正如地球将以一个转变的时像 从这个黑暗的地方出现一样 我们也将以一个转变的意识出现 这是小我的死亡 我们相信那些我们出生的人 强加给我们的思想和观念的死亡 它是我们通过信仰体系形成自己的思想 它是我们与更高自我建立一种 深深满足关系的开始 然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以和平的频率 或在极乐中持续地处于爱的振动中 这是让人困惑的 因为我们期望扬生能让我们快乐 我们在寻找流动的 知晓、闪耀、无条件的爱、和平与喜悦 我们正在寻找心灵相通的交流和友谊 然而在这里 我们正处在一个漫长的揭示过程中 无论是在我们的集体现实中 还是在我们自己的个人旅程中 这一切都是有益的 因为这段旅程 通过看到统治我们亿万年的黑暗 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的两个版本 并询问我们更喜欢哪一个 当我们的许多兄弟看到邪恶势力 为我们设计的黑暗世界时 他们正在觉醒 光之联盟的目标是 尽可能地减少暴力和混乱 这是为了防止已经预测到了的这一次灾难性的灾难 暴力和混乱 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可以感谢光明联盟的成功 在这个伟大觉醒的时刻 伟大的启示并不是它本可以是的灾难 我们光之工作者 星际种子已经成功地把世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振动中 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更温和 更友善的扬升过程 至于你们 我们亲爱的光之工作者们 你们正处于你们自己的转变之简中 你们都编码自己在这个时候觉醒 你们中的一些人会更早 一些人会更晚 你们总是知道 即使当你们深深嵌入你们的第三维度恐惧之旅时 你们在地球上有着一个重要的目的 你们不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 但你们知道它很重要 这给了你们继续下去的力量 而现在 你们基本上已经把你们的第三维度朋友抛在了身后 这是一个孤独的地方 当你们在扬升的混乱中扭曲和转身来寻找你们的更高自我时 你们现在发现 你们仍然充满恐惧的朋友的陪伴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他们的语言是对立的 充满敌意的 因为他们模仿他们自己所采用的消极的话语 和他们在一起 听着他们的哭喊和抱怨 他们独断专行地坚持所有人都要按他们的行为行事 这已经站不住脚了 但一切都很好 因为光之工作者正在聚集在一起 我们现在通过频率来识别彼此 当我们深深地凝视灵魂的眼睛时 我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火焰 灵魂学会了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自由地闪耀 当我们一起交流时 有深深而美妙的和平和无条件的爱流过我们 并环绕着我们 就像心灵在交流 兼容和爱的振动中一样 我们的新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当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在爱的振动中时 他们在统一中被提升到更大的爱 和平与欢乐 然而 并不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都是我们喜欢的 我们跳起来 按照直觉的意愿去表演 我们经常会发现 我们被要求做出的决定会产生不愉快的结果 我们正处在革命时代 我们必须清除我们的就业力 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的错觉 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幻觉 因为我们不能完整地进入第五维度 因此 我们面临许多不喜欢的事情 错误 我们可以清除自己的灌输 因为我们不是从成功中学到太多 而是从错误中学到太多 如果我们从仍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负面事件中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就达到了目标了 这件事清除了你们的另一个错误信念 另一个夹杂的负面想法 不要害怕 你们所有的梦想都会实现 我们比我们所知道的更接近阳生 我们的阳生是不可避免的 没有什么能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为正是通过神圣法令 人类正在进入第五维度 回归爱 太阳闪光仍然会发生 闪光会把我们完全从第三恐惧维度中带出来 但这会是我们阳生之旅的结束 而不是开始 它将预示我们光体的激活 真正的进入第五维度 这个日期无法准确预言 因为人类必须达到适当的频率 这才一定会发生 成为从大七片星球地球教室觉醒的人类的一部分是多么美妙啊 这是你们自己的计划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在这里的原因 生活是美好的 而且会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知道最好的还未到来 是的 最好的还未到来 阿依塔传导住她的高我 我们的确是有福之人 阿依塔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